你居然看到那個大虎香瓶閃昏 你有心碎 嚇到耶 嚇到耶 還是你有問蘭蘭有沒有心碎 蘭蘭好像已經哭了八百 哭了在廁所裡面 昨天還有借戶車去救她 然後很多女生們都哭了 但是怎麼會這樣 我沒有男生就慶祝你 你居然看到那個大虎香瓶閃昏 你有心碎 嚇到耶 嚇到耶 而且你有問蘭蘭有沒有心碎 蘭蘭好像已經哭了八百 哭了在廁所裡面 昨天還有借戶車去救她 她哭到送醫院 沒有啦 開玩笑的 她很難過啦 而且其實我覺得 大家應該都嚇一跳吧 因為我不知道大虎香瓶我女朋友 欸 真的 對不對 真的 我很愛知道 她隱藏得很好 對啊 所以突然一個結閃昏好像 難過是正常的啦 對 不知道從哪裡來的 哈哈哈哈 欸 你也好 有啊 有傳訊息跟她說結愛 喔 是結愛啊 哈哈哈哈 講錯了吧 跟她講說要看她一點 世界上還有很多好男人 所以你會不會看大虎香瓶閃昏 沒有 就是還是很欣賞她的球技 對啊 可是因為我自己 也沒有幻想過我自己是翔平太太 大虎太太 所以應該還好 哦 因為你聽女花友的主動 哦 不是耶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在場的幼税是大虎 跟鐵粉嗎 沒有到鐵粉 對 所以會許願說 哦 有一天可以當她妻子這樣而已啦 蛤 你有許願的故事 我就想說有一天我去那個 美國的時候可以遇到她 對 她本人真的很帥 我們那時候去那個大都會的時候 然後看到大虎就在旁邊 然後我跟懶懶在那邊練舞啊 誒 她是粉狀 酥愛到瘋狀 粉狀又很高大 哇 很近很近 她有跟你們講的話 有活動嗎 沒有 她還沒有跟她表示愛不虛 懶懶就是一直眼睛流粉紅泡泡這樣子 對 那不敢去跟她那個 對 有點害羞啊 畢竟見到 昨天大虎香瓶宣布結婚嗎 三位其實都可以打一下說 對於這個註實的震撼性 或是有什麼想法 聽到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說 欸 大虎香瓶結婚了 我就說這不是真的新聞吧 應該是那個媒體可能下的標題比較重一點吧 結果活到最後 真的結婚了 很震驚 對 因為她可能是一個比較重視隱私的人吧 所以突然聽到這個消息就覺得 很shock 我 我好像比較沒什麼感覺 因為畢竟我不是職棒的 我是直男的 只有關注直男 對 我是關注直男比較多 所以我就對職棒的好像比較還好一點 但是 好像聽說大家都失戀了 我昨天直播到一半的時候 很多粉絲都說 今天是失戀日 我想說什麼失戀日 她說你沒有看新聞嗎 我才知道 不知道 我是很高興的 我是很高興的 我當然知道 我是很高興的 打算相關於男生的男生 現在很不應該的 我們有很多男生 我沒有會呈過 但是我沒有會呈過 但是我沒有會呈過 我沒有會呈過 是我的男生 是一個男生 今天是我的男生 我真的想問我的男生 我是一位 在這位女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